奥斯卡愣之士 第一叫奥斯卡差点把最佳演员奖颁给一条狗 话说当年的评审制度还不健全 而这只名叫任丁丁 曾将华纳从破产边缘挽救回来的德牧 获得了最高票数成为第一名 正在评委们纠结时 突然想到这个奖项设立的初衷 是鼓励人类对于电影的贡献 于是丁丁和影帝失之交臂 在历史上不只有一位明星弄丢了自己的奥斯卡奖杯 比如奥黛利赫本 马特达蒙 而最搞笑的则是小李子 在颁奖后的晚宴结束后 喝高的小李子开心的上车准备回家 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匆忙赶来把奖杯递给他 小李子这才意识到 自己手里紧紧攥着的是一个酒瓶子 他把小金人忘在了餐厅里 奥斯卡历史上最长的起立鼓掌致敬记录属于捉鳖林 在1972年第44季奥斯卡上 83岁高龄的他获得终身成就奖 而这也是因为他在影片中替劳苦大众发声 被赶出美国20年后第一次获准回归 奥斯卡小金人可以转手贩卖 虽然制作成本仅有几百美元 但是总能派出高价 目前最贵的一个小金人派出了150万美元的添加 这个小金人是1939年乱世家人所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杯 而买走他的人是迈克尔·杰克逊